哈喽大家好,这一期视频是在顺德的第二天 讲到顺德的美食可能很多人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 但脑子里面一定会记住一个词 牛斩 就是那家经常喜欢骂人的煲仔饭 那今天第二天的午餐我选的也是煲仔饭 但是不是牛斩这家 而是另外一家在本地人中都风平非常好的一家煲仔饭 同心光发,同样是本地朋友推荐给我的 据他说,这家店已经开了几十年了 很多顺德人都是从小吃到大 像是饭点,还算大的店面做得很满,只能拼桌做 天下煲仔饭数十种,我独爱辣味 辣肉辣肠煲仔饭,55一包 米当然要是经典的思苗米 在热力的作用下,辣味、辣肠的油脂渗出 被米饭吸收 然后开始拌饭 有点怕太咸,先少加一点酱油 不太清楚店家的辣肉辣肠用的是什么牌子 做得不好的辣肠要么太油,要么酒味太重 这家店的选品我认为是不错的 起码符合我的口味 据说某家知名包仔饭餐厅有套理论 包仔饭上桌,在外围的米饭是全熟 而中心依然是半生 在这家店我倒是没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有吃过某掌的小伙伴可以讲讲看 干完饭,开始吃锅吧 师傅火力控制的不错 锅吧大概只有一点米的厚度 就是一只手拿着相机一 花不动 完成 当当 感觉肉不大够,加一份蒜香排骨 排骨说实话就只是普通水平 烧有些油腻,蒜味很重 喜欢吃蒜的话应该会很爱 放开 白骨 把水平 放入 炜香排骨 炜香排骨 再封重 炜香排骨 蒜香排骨 炜香排骨 炜香排骨 吃完后感觉肉不大够 那就再去吃一份牛杂 西美牛杂在当地开了几十年 也是很出名的名店 据说很多明星都来吃过 还好我是在工作日去的 所以基本没怎么排队 松软多孔的豆泡 竟在五香卤之中 饱满的吸足的糖汁 牛杂随着热力在锅中翻滚 勾动着人们的食欲 点了三十块钱的最小份 还可以吧 不算很少 牛肠和牛肚软嫩入味 搭配上甜辣酱 对于一家街边小吃来说 算是无蹦无过 难以称得上非常好吃 如果路过随便吃吃还算可以 但据说周末的话 要排超过一小时的队 那我肯定是不会排队吃的 吃完牛杂没多久就开始下暴雨 所以晚餐没能拍店外面 去的是当地人推荐的锦红饭店吃鱼生 现在讲到鱼生 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日料磁身 但其实鱼生是源自中国 古代就说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快值得就是生肉和生鱼 顺德鱼生传承到现代 比较常见的就是草鱼 但因为是淡水鱼 也总因为寄生虫等健康原因 保持争议 但作为狂热的美食爱好者 一辈子可能也就只吃这一次 当然不能错过 顺德鱼生的吃法和日本大不一样 光配料就有蒜 姜 葱丝 洋葱 柠檬草 花生 芝麻 纸天椒 香芋丝等一大堆 淋上花生油 加上酱油和一点盐 捞个风生水起 草鱼不是一些深海鱼 有着各种浓郁独特的风味 丰富的调料掩盖了淡水与土腥味的缺陷 并且引出鱼肉淡淡的鲜甜 口感爽滑 弹 嫩 还可以加上点脆弹的鱼皮 增加口感的丰富度 草鱼一鱼三吃 除了做鱼生 剩下带有贴骨肉的鱼骨 还可以拿来油炸 然后边角料再拿来做成鱼片粥 四斤雷大条鱼各个部分物尽其用 一点也不浪费 而且售价只要100度 不过限于草鱼本身的品质 炸鱼骨和鱼片粥 我只能说是非常普通 跟鱼生一比 没有什么想吃的欲望 另外还点了一份白卓鹅脆肠 鹅肠又大又厚 真有点难咬 白卓口味清爽 放在炸鱼骨之后吃正好解腻 一大盘只要38 味道嘛 就是比较好吃的 普通大排档水平 吃完饭就接着和朋友喝酒去了 忘记录片尾 这期视频就这么结束吧 如果喜欢这类小店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投币收藏三连 不要忘记点个关注 以免错过更新 以后会和米其林餐厅的视频 穿插着更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